好 現在他又問你問題 問問大家, 這個是中國文學題 請問哪本中國古典書籍是最好看的呢? 金融 不是說金融的作家 我知道你… 不是, 教本… 金融… 教你投資的那些… 我經常看這些, 看看市場 跟著它, 挺好看的 上上下下的那些, 金融 如何, 買賣其子 對 我想各位小朋友也沒那麼糟糕 待會回來告訴你答案 這本中國書籍最好看 金融 水壺傳 因為有108條好漢 好漢… 好, 現在麻煩你解釋一次 做108次給小朋友看 到底有哪108個好漢 我喜歡 我们下期再见